台湾的国际人道救援不落人后 日前台湾将装满护目镜跟医疗防护帽 等等的防疫物资的货柜送往意大利 支援当地的前线医护人员 而现在这个爱心货柜从意大利移往北部 来到了捷克 参议员德拉霍斯以及莎拉格市长赫瑞普 透过影片感谢台湾 更力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来加汇全球 亲爱人的台湾 你的成功在你的战争与红红红红红红红 已经很吝聚到我们这里在 Prague 非常感谢您的带领域 他们会使用来救生生命在我们的医院 我希望这种情况会继续通过 让我们能复权更加在未来 非常感谢您的带领域 亲爱的台湾朋友 我会因此就感谢您的感谢您的佛细 的佛细股的充满红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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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 他们会会一定会得到很好用在我们的医院 和能够随住很多人的生命 我互相对敬意识心的 专专专专业的国家 China分享与我的国家的经验和尊业在抗争抗争抗争抗疫情的抗争抗疫情 您的一种最有效的抗争抗争 这些可以带来一个例子为其他国家 我认为它会比较适合你的国家的国家 而我特别愉快 那麽先前一向有台的布拉格市場赫瑞普就曾經直言 台灣給的是禮物 而中共則從來都沒有給過他們東西 是捷克人用納稅人的錢購買的 那麽先進去